因為我將來上課的東西都放在雲端上 也就無止話 也就是相關的講義 其實也都放在雲端上面 只是說你要習慣去把它找到 我放的位置在哪裡 請各位 一請你找到什麼 剛剛是安裝環境 所以如果剛剛同學沒有的話 請你就是安裝環境 把懶人包這兩個檔 先把它下載放在C碟底下 第一步 因為我現在這兩個檔 因為我知道這邊網路比較慢 所以我預先已經把它下載下來了 假設我把這個環境砍掉 我再重新再來一步一遍 它這兩個好像就是 這個先把它殺掉了 OK 然後將來一樣 如果說你們 假設你的電腦裡面 不一定放C碟 如果你家裡電腦有D碟的話 我比較建議你乾脆放在D碟算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這個環境基本上它是免安裝的 免安裝就是說 你直接放在C碟或D碟 把它點兩下 就可以執行了 不需要經過安裝 直接就可以拿來用了 OK 這個我已經開啟 就把它關掉 OK 比如說我把它刪除掉 那其實很簡單 第一步 你就把這兩個檔案先放在你的C碟底下 第二個步驟的話 請你把它做解壓縮 那解壓縮應該都會吧 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解壓縮致辭 如果你有裝那個什麼 WIN RAR的話 你可以裝什麼7VIP 這兩個軟體 其實網路上蠻好找 你Google找一下 應該都有這個軟體 解壓縮就可以 按右鍵 把它解壓縮致辭 對不對 解壓縮致辭 你不要解壓縮到這個目錄 會變成目錄裡面又多一層目錄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 因為之前的同學 遇到問題好像都是解壓縮多一個目錄 OK 所以解壓縮致辭 OK 那把它解壓縮出來 OK 那這樣的話它就開始跑了 反正就把它解壓縮 解出來之後 等同就是已經安裝完畢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那這個Eclipse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 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是放著一個所謂的編輯器 這個編輯器的好處 可以幫你在寫程式裡面 比較不需要 怎麼講 它至少顏色會幫你換一個紅色 藍色 綠色等等 讓你看起來比較清爽 不然的話 你如果不會用Eclipse來寫 你可能記事本也可以寫 只是記事本上面寫 哇 那寫起來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好 第一個 我把它解出來 所以解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木錄在哪 在這裡 這個解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 因為這個Eclipse是一個編輯器 那我們的Python 的相關的函視庫 我們是放在第二個檔案 這個叫Python的374 374實際上是版本的名稱 3.74的版本 現在好像有更新的 好像有3.8啦 不過我是覺得有些 目前我們學習的 這個內容 其實不管3.7或3 內容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追最新的 把它一樣 按右鍵 解壓縮四次 OK 然後按四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這兩個檔案 懶人包上面的東西 下載解壓縮 就完成了第二個階段 下載解壓縮 那再來的話 我們剩下來就是 開啟的時候記得 開這個EclipsePython裡面的 EclipsePython的 執行檔 打開之後的話 告訴它說 我旁邊有一個 Python的函視庫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要做相關的設定 OK 那設定的方法 我大概做一下 打開 這個EclipsePython 執行它 這個是2019的版本 OK有沒有 2019 6月的 OK 接下來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 第一個畫面 就是它會問你說 Workspace 那什麼叫Workspace 就是你將來寫的 程式要放哪裡 OK 就是工作區 那基本上的話 它這邊顯示 C疊底下的 什麼Users的這個目錄 那我乾脆建議 你也把它改一下 乾脆改成C疊底下的 什麼呢 什麼Space 乾脆TQC 也許TQC 然後後面叫Python好了 TQC Python 的Workspace 這樣好了 假設我是取這個名稱 將來的話呢 你最好取跟我一樣 不然的話 你至少你要 如果取不一樣的話 你要知道說 這個目錄叫什麼名稱 不要讓我取個名稱 自己都忘 都記不得的話 那就很麻煩 按RUNCH OK 好 接下來的話呢 那 它就會幫我打開來了 那這個環境就OK 可是問題特別是 這個環境 它會有一個WELCOME 請你把左上角插插關掉 好 然後它出現這個 這個 這樣試好了 OK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還要再做幾件事情 才能夠把這個環境 跟Python做串介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先 檢查一下 如果說假設 你的環境裡面已經有 這個Eucaly Python的話 你就把它打開 如果沒有的話 你再到懶人包上面 去把這兩個檔案給下載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另外 還有一個部分 相關的這個說明 你們可以開啟 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 01裡面有個叫 建置Python開發環境的說明 我剛剛做的動作 如果有些細節 假如你一下子來不及去的話 上面都有相關的畫面截圖 還有一些細部的說明 OK 可以看參考一下 有些細部的說明 我們可以拿到 1整個 那兒 可以來不及怎樣 剛好 熊 那兒 然後 就 呢